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领看世界 就在中国大陆甘肃章役 在7月4日降下下日额无大雪后 台湾在7月8日出现罕见异象 有民众担心 会不会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前兆 是否代表要变天呢? 会地震吗?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7月8日傍晚台东市区突然被红光笼罩住 当地民众很惊讶 走到屋外了解 发现天空出现罕见的火烧云天象奇观 这个台东市上空一整片血红 就连海面上也被映照得红通通 在台东的富江渔港和富山湖渔区 及华原海湾附近的天空 都被染成橙红色 即使过程只是20分钟 仍然吸引不少人停下来拍照 台东院政府的即时 影像亦记录下来 富江渔港和富山湖渔区的海面 全部都染成橙红色 泰玛里华原海湾 不但有橙红色彩雲 同时视觉还可以看到红色、橙色、金色和粉色等色彩变幻 壮观殉难海面上还落起橙色大雨 另外,拿路湾酒店的高楼攝影机 影低火烧云全景 火红天空配搭台东蓝色彩 如梦似幻美不生修 好像是一幅色彩飽和的风景油画 民众赞叹 这是最美的云彩 可遇不可求 不过也有民众担心 美得客人 天有异仗 不会降灾是吧? 还有些说 会不会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前兆? 虽然专家一直强调火烧云不可预测地震 和地震无关 我们还是提醒台湾的朋友多家防范 例如今年4月27日凌晨2点多 花莲发生规模6.1塔地震 全台有感 多达21万人不敢睡 而在地震发生前 4月26日傍晚 就有花莲民众拍到天空布满火烧云 巧合的是 就在7月8日台东出现超级经验的火烧云的同一天 不在地震区的江苏扬州发生3.6级地震 震源深度8千米 如这种巧合的事 之前也发生过 例如在日本311地震13周年的同一天 2024年3月11日 不在地震区的香港大越山梅窩发生一次2级地震 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 另外4月5日 不在地震区的美国东部海岸 居然也爆发了140年来最大的地震 而且朱瑟利洛也预测了台湾7月将有4灾爆发 第一灾就是可能有地震爆发 朱瑟利洛还预测台湾的第二灾是洪灾 第三灾是高温热浪 第四灾是大风暴 但愿朱瑟利洛有关台湾7月有4灾的预测 并不会成真 它过去也有很多预测并没有应验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希望台湾的朋友都能平平安安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聊 中国大陆正在爆发的大红灾 最近洞庭湖湖南一线决堤被浸后河南郑州亦因暴雨被浸 紧接着重庆亦遇到洪水袭击 长寿等地出现河水渡灌 房屋被浸 电缸院程溪镇部分路段积水深度大约2米 村民被困 目前已知至少有6人死亡 长江上游干流 嘉宁干流域 7月9日至12日 将出现入信以来最大一次过境洪水 其间三合水库 今年首次开集洩洪 据多间大陆媒体报道 10日7点至11日7点 重庆东北部部分地区 中西部及东南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 个别雨量站特大暴雨 长寿等地出现河水渡灌 房屋被浸等情况 电缸院程溪镇出现内陆 部分路段积水深度大约2米 有村民被困 据重庆市电缸院官方消息 截至11日1点50分 电缸院有6人因暴雨灾害死亡 11日8点至12日8点 重庆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重庆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中共水利部11日报告 7月10日8点至11日8点 险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安徽、江苏等地 34条河流发生超景以上洪水 11日6点正直公布 长江2024年第二日洪水 在长江上游形成当日三峡大壩 开三峰加大洩洪量 据重庆市水民监测总站资料 11日8点至12日8点 重庆有12个区院遭遇大暴雨 全市有29条河流出现超景界水位洪水 截至12日8点 电缸院大沙河、茄江区、阿逢江等 4条河流仍超景 据网上曝光影片显示 上游多个电站洩洪 导致河水暴漲 11日重庆开州区 电缸、丰都、温阳 以及鄰近的达州等地洪水氾濫 船失惨重 12日上午 有村民发影片显示 灾后家汽水 一片狼藉 断水、断电、断粮 没得到救助 重庆市民张先生说 这个地方连续暴雨 在重庆的电缸、万州地区 区院发大水 有些小镇都发了很多大水 有损失 还有沙漠 还有失踪 死亡有几个 大雨引发的山洪 塔坊 高速路 就一些风路了 11日晚上7点多 洪峰过境达州城区 超景界水位近2米 沿河部分街道入水 轮近重庆的达州渠苑 截至12日上午 奔河的一流 门市仍大面积 泡在洪水中 达州渠苑民众李先生说 渠江河水大 昨天水涨涨到上面去了 今天上午 只退了一些 我估计应该退了2、3米 现在仍有十多米的水深 水还在点击 涨水的地方 房屋入水 门市说 浸得比较多 是一层高 达州乡镇沿沿河地区 屋和农田被浸 乡间玉米被洪水冲倒 有点积水未退 达州渠苑民众王先生说 门市都浸了一层 水渊的话 退了一些些 农田就是因为之前缺水 酿都死了 现在终于下雨了 看死又浸死 今天那个农民伯伯 都在河边加班 搞那些菜 达州多个村镇 遭遇到洪水袭击 任市镇民众披露 当地河水突然暴涨 出现几十年来不雨的内陆灾害 达州开干远 任市镇民众陈女士说 这里下暴雨才水涨了 这个水是突然涨起来的 没有预警 听说是有一个水负舍洪 有些地方是拉了警界线 上边那些屋就是里面入水了 一楼和地下室是不可以住人的 座架是浸了不少 就是玉米啊 什么之类 还浸了很多 有影片显示 7月11日 重庆电干道家镇新曲村 因暴雨 令到房屋塌陷 屋里面 年老少佑 共三人都离难 最近除了重庆爆发洪灾 7月11日 河北城德一村庄更是突爆发山洪 道路迅速被浸了 现场画面曝光 情况相当惊险 7月12日下午 据大陆网络上曝光一段监控影片显示 河北城德一村庄11日遭遇山洪 影片中 村庄突发山洪 道路瞬间被洪水 泥石流淹没 车辆物品 树枝等纷纷被冲走 现场的景象好得人惊 私家车被拖入桥敦之下 湖南亦毫无作用 洪水过后 街道上是口口的泥漿 居民放在屋前的物品全部被冲走 中国青年网旗下青峰合B报道 该灾情发生在河北城德联平苑夏甸子村 该村村官说 这个灾情令到一部车受损 该村官说 今次是山洪 洪水很快消退了 目前只在清淤泥 该村官没披露山洪前 村民是不是撤退 只是说今次山洪没人伤亡 网民质疑没伤亡 而最近一次暴雨已经降至北京 7月12日下午 北京市一秒天黑 德江漂泊大雨 北京连发暴雨 雷电 大风等五项预警 12日下午 北京市德江漂泊大雨的消息 冲上大陆社交平台热手榜 网传影片显示 北京市突然天黑 民众说现在才下午1点多天就黑了 影片中北京多区突然出现狂风暴雨 网民纷纷留言说 新街口很大雨 真是一秒天黑 是直接成天黑 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真是好得人害怕 这个雨也太大了 北京排水系统又要受考验了 希望可以快点恢复交通 再发一次去年的大水 这样都消停了 与此同时 北京市公布暴雨 雷电 大风 地质灾害 積水内陆五项预警 同时启动全市防范 防控四级 应急回应 网民留言嘲讽说 天气预报变成天气随报 根据天气变化 随时调整预报天气 北京市气象台12日上午 发表的预警信号说 预计12日12点至13日12点 该市有雷震雨 局部短时雨强大 中半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小冰波 预计7月12日1点30分至14日2点 石井山区东部 海电区东南部 潮阳区西北部 丰台区东部区域 存在局部积水风险 其中海电区双白旗桥下等地 最大积水深度可能达到26厘米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门头沟全区景区 民宿已暂停营业 市民游客 被要求避免户外出行 最近中国大陆多地洪灾 如湖南岳阳洞庭湖决堤 平江苑九峰大坏 险情升托 中国民众被逼撤离 重庆 电光远 洪水至少6人死亡等 目前看来 巴西令门 朱石里乐预测 中国7月洪水将蔓延全中国 这个预测已在仍然之中 最后也请大家想想 为什么各种白年 千年 万年不遇的大灾 异象这些年 是如此频繁地降临中国大陆 年年如此 但凡有分辨能力的 就应该看得出 这个是直接针对中共来的 是天要灭中共 同时被中国人民以警示 警告中国同胞 趕紧脱离中共这个魔鬼组织 退出党团队 才可以保平安度过劫难 拥有美好未来 好 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青水 请不吝点赞 makeup吧 青水 请不吝点赞 发自 赞 美好 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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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